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一节课我们讲的这个 北复挂和南母挂呢 通过油变 变出来的挂用 对吧 分别是北复挂 叫一复胎 就是胎狼一夕 属于复原 那么他通过呢 初遥 二遥 三遥变以后呢 分别形成的是 八夕 破军 八夕 左伏 七夕 破军 六夕 无曲 那么南母挂 是右臂 通过呢初遥 二遥 三遥变 分别呢 是聚蒙二 路重三 文曲四 那么从节节课开始 我们要讲这个 初遥幻象 要节节课开始我们讲这个初遥幻象 那么我们在讲初遥幻象之前 我们必须呢 要搞清楚几个概念 如果你把这个概念搞不清楚 那么初遥幻象的吉凶 你就搞不清楚 那么所谓的初遥幻象 就是我们 我们前面讲的 那么一个挂有六个遥 那么一个挂呢有六个遥 我们说遥的挂有的排解方式 一用 三用 七用 九用 也就是说呢一用太大 三用呢是路重 七用破军 九用 右臂 那么它的历史就是开的 那么在罗牌的上面呢 写的是一个 初遥写了一个刀 因为罗牌呢 它的格比较小 初遥呢 初遥呢就写了一个刀 实际上刀呢就是初的意思 二遥就写了一个二 那么三遥呢 就写了一个三 就是穿一样写了一个穿 四遥呢写了一个穿穿 五遥 像一把剪刀一样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写了一个上遥 那么这个六遥 遥里面的极胸 就是要通过抽遥幻象 来确定 它在六遥里面 哪一个遥是极的 哪一些遥呢又是胸的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极遥 那么修遥呢 我们就去不用 那么二遥 俱门 四遥 文曲 六遥 五曲 八遥 佐福 那么它在罗牌上的 挂遥的排列是 数遥 四遥 二遥 三遥 四遥 五遥 五遥 上遥 这个呢 是它的排列的方式 排列的方式 这是 一 三 七 九遥 二 四 六 八遥 我们说先天八卦里面呢 没有五佣 五为廉正 这是第一个要搞清楚 六遥的排列方式 第二个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的位置是 前队离正胸开更空 前队离正胸开更空 我们还要搞清楚 先天八卦 这个数字 卦数 9 4 3 8 2 7 6 1 9 4 3 8 2 7 6 1 3 4 4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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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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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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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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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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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1 泥为火,正为雷,凶为风,凯为水,耿为塞,空为地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他的挂用挂树,挂下 那么海洋大团的附号,前三连,三个连在一起的 对上车,离中虚,郑阳宇,然后秀,秀下断 坎中门,梗阳宇,空溜断 那么这几个信息呢,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这是先天八卦 我们还要知道后天八卦 我们要把先后天八卦结合 我们还要知道后天八卦 那么后天八卦呢是 前一公、空二公、正三公、秀四公、前六公、对七公、各八公、离九公 那么塔的这个数字也是一样 那么塔的这个数字也是一样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就要用到,我们就要用到这些数字 我们就要用到这些数字,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派对他的鸡胸 我们就要用到这些数字,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派对他的鸡胸 我们要用到这些数字,我们要用到这些数字 我们要用到这些数字,我们要用到这些数字 五十五十五十中央图,对吧,我们不用的五十,我们就用到一六公中 那我们看,如果你有这本风水螺开全结,那你可以把这本书呢 大概310页 310页 我们看一看 河图的生成树 那么河图的生成树 就是一六共中北防水 二七同道南方火 三八围棚东方木 四九坐游西方经 那么什么是和那个生成树呢 生成树 那就是南方 天一生水 第六成子 一三五七九 属于天属于阳 二四六八十 那属于地 属于阴 一次的叫 天一生水 第六成子 那么第二个就是 第二生火 天七成子 第三个就是 天三生木 第八成子 第四个就是 第四身经 天九成子 这个就是和那生成树 那我们挂摇 如果我们抽摇幻象以后 遇到这样的数字 生成树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那就是极 那么这个摇呢就是极摇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和这个核图生成树 第二个呢就是要和五 和这个就是核图的 第一个是和核图生成树 第二个 和五 第三个 和十 第四个 和十五 和图的生成数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那么和五呢 那就是一和四 或者是二和三 那么翻过来的 四和一 三和二 也是一样的 那么和十呢就是 一九 二八 三七 四六 没有五 五位中公 那么一和九 九和一 二和八 八和二 三和七 七和三 四和九 四和六 六和四 这个就是和十 那么还有一个和十五的 那就是 九和六 七和八 九和六 六和九 七和八 八和七 那么这些数字呢 就代表这里面的数字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 对吧 九 四 三 八 二 七 六 一 九四 三八 二 七 六 一 那么如果这样的数字 出来 恰恰的就是我们和五 和十 和十五 或者是和一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也就是 先天八卦的和图 生成之术 那么这些谣呢 就是极谣 否则 那就是凶 否则就是凶 那么在有一些怪里面 我们在抽谣 怪上呢 在有一些怪里面呢 它永远呢 就和不成 不可能出现这四种情况 那怎么办 也有另外的办法 我们会接下去呢 会一一的给大家 介绍 第五文章呢 就是 其他的方式 其他方式 那么是什么方式呢 我们先把上面交代清楚以后 最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那么这里面呢 它有八个卦 有八个卦 那么比如说 这个是 则天怪卦 则天责卦 天则女卦 还有这个是 雷火 风刮 火雷 时刻 三地 搏 地 塞 钱 刮 风水 坏 水 风 井 刮 那么这八个卦呢 它就不可能出现 这是情况 那么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去找到它的 吉 吉谣 那么我们这下看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抽谣幻象 那么抽谣幻象呢 这书里面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页 所有三比一十一 三比一十二 一十三 对吧 你知道三比一十四 一十五 一十六 一直讲了六十四个 对吧 六十四卦 讲了六十四个抽谣幻象 一直讲到呢 三比四十二页 一直讲到三比四十二页 那么这个呢 就讲的是 六十四卦的 抽谣幻象 抽谣幻象 那么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去 具体的幻象 那么所谓的抽谣幻象 就是把原来这个卦呢 要通过呢 谣的变 然后呢 找出 符合这里面的规律 核突三乘数 核五核十 核十五的 那就属于吉 那我们这些课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呢 我们从这个 一复胎 也就是说从这个一右 胎狼心 复原 这八个卦开始 那么所谓的一复胎呢 就指的是 北复卦 北复卦就是 上卦和下卦是相同的卦 上下卦是相同的卦 我们先看一下 前卦 我们说这个前为天 前三年 前卦 我们现在已经都诱到 我们已经呢 开始诱这个 我们看一下 那么前卦 上为天 下为天 天为前卦 对吧 那么前卦呢 我们在 一复胎 我们在前卦的游便师傅呢 他是 胎王一 复原 那么前卦的 那么前卦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 在后天八卦里面的数字 我们说呢 凯一公 坎一公 库二公 正三公 凶四公 准五公 前六公 对吧 那么前的呢 数呢就是 六 对吧 那么上为六 下为六 这是呢 他的先天八卦 这里面的数字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前卦呢 他在那个先天八卦里面呢 是 前为天 前为九 对吧 他的数字呢 是九 一是后天 一是先天 那么先天八卦 他的卦用 我们刚才讲 他是一复胎 那么他的卦用 卦用就是一用 那么先天八卦的卦器 那么他的卦器呢 就是九 那 九四三八二七六一 对吧 那就是 这是一 这是九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跟他继续呢 摇变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呢 他是六个摇 一二三四五 六个 那么他是六个摇 我们要突破呢 抽摇换相以后 才知道 他的急修 那么六个摇呢 他的排列方式 因为他是一用 所以呢 他是逆思针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出摇 二摇 三摇 四摇 五摇 上摇 我们在楼堪呢 外边的那一圈层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吧 那么楼堪呢 最外边的那一圈呢 是三比六十周天 周天三比六十度 那么倒数第二圈 倒数第二圈呢 我们看一下 就在这个 紫塞的这个地方 前挂 对吧 紫塞的这中间 也就是说三比六十度 靠右边 靠右边呢 就是这个开发 那么我们现在要 目的呢 就是要知道 那么前挂的这六摇 那么哪一摇是急的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就要把线压在这个急摇上 那么哪个摇是胸摇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把这个摇呢 摇呢就要避开 就趋急避胸 那么所谓的趋急 就是要用到这地方 用到急的方便 那我们先看 那么前挂呢 它总共有六摇 对吧 我们说六摇 一二三四五上 上摇呢 就是六摇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呢 它通过呢 初摇变 也就是一摇变 那么就是 上挂一就是为前为天 那么下挂呢 就是初摇要变 变为胸挂 胸为风 对吧 胸下断嘛 胸为风 对吧 那么终于变成了天风狗挂 天风狗挂 我们看看天风狗挂 我们刚才看 先天八挂的天是六 后天八挂 前九弓 那么下面呢 是胸挂 胸为风 那么后天八挂呢 我们说 凯一弓 空二弓 正三弓 胸四弓 胸四对吧 我们说凯一弓 空二弓 正三弓 胸四弓 那么胸的数字 就是四 我们再看呢 先天的 那么先天八挂的前 前为九 对吧 前为天 前为九 这个 上摇 上挂 前为九 那么下挂呢 是胸 胸没风 对吧 我们说 前对一异正 胸看 等空 9四 三八 二七 六一 那么胸没风 胸没二 数字是二 我们看到了没有 胸 前对 离 正 胸 胸下断 胸为风 胸为二 胸为二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呢 我们看看这个话要呢 它有没有合成数 对吧 一四二 一四九 要合成 先天八挂 那么后天八挂呢 我们为了数学 我们把这数字呢 也要写上 我们以后会用到 再次我们不用 我们看的是先天八挂 二和九 那么二和九呢 它既 它是十一 对吧 那么合这个生存数 五十十五里面也没有 那么合这个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也没有 因此呢 第一挂呢 它是一个胸挂 对吧 它是一个胸 初挂 那我们再看二挂变 对吧 我们现在呢 变得初挂为胸 我们再变 二挂 变快呢 是一几个堆 为母挂进行变的 不是以这个变 我们再变二挂 那么上游呢 一就是 前为天 前三连 前为天 对吧 那么下挂呢 又变二挂 初游是羊游不变 二游 羊游变鹰游 三游 羊游不变 那么变为黎挂 黎游火 对吧 黎挂呢 是黎游火 黎中虚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了 黎游火 黎中虚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黎在哪里 对吧 九四三 三呢 是黎 黎为火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了 一个天火同仁 对吧 我们说呢 叫天火同仁卦 我们要看的是先天八卦呢 后天八卦 他数字呢 是六 对吧 前六宫 那么我们看一下 后天八卦的黎 是黎九宫 对吧 数字是九 对吧 我们可以说 凯一宫 康二宫 正三宫 秀斯宫 总五宫 前六宫 对七宫 各八宫 黎九宫 对吧 黎九宫 那么我们再看 他的先天八卦 那么先天八卦的前 对吧 前为天 前为九 对吧 前为天 前为九 那么到了 黎呢 前对于黎正 九四三 对吧 那么黎呢 就是三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也没有 九和三呢 合的是十二 也没有我们要的数字 对吧 也没有呢 出现了击 因此呢 一就是凶 二宫 二宫便一 就是凶 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继续走 走第三个宫 看下第三个宫便 那么上方呢 一就是前为天 前三年 第三宫便呢 出宫不便 二宫不便 三宫便 变为对 对为则 对吧 那么就变成了天则屡化 天则屡化 那么前呢 后天八卦一就是六 对吧 那么则 就是对卦 后天八卦 对卦呢 是对七宫 对吧 就是对七宫 对为则 对七宫 那么先前八卦的钱 还是数字是九 对吧 那么对 就是变成了四 对吧 九四 我们看 前为九 对为四 对为则 对吧 那么这个卦里面呢 我们看一看 出现的是一个九和四 九四 对吧 我们说 一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那么四和九呢 就和 和了一个生成数 这一卦呢 就是一个集的 和生成数 什么生成数 西方经 对吧 那就是 第四生经 天九成子 一次呢 第三个油 是一个机油 有一个红点 有一红点 是机油 记得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呢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呢 出油边 二油边 三油边 我们再看呢 四油边 接下来是 下卦前一天 对吧 那么上卦呢 又变出油 摇油 变硬油 上卦两个都不变 对吧 变为呢 顺卦 顺下断 对吧 顺卦 顺下断 顺微风 变出了一个 风天小叙 变出了一个风天小叙 那么风天小叙 我们看一下 顺卦 在后天八卦里面呢 顺 是凯一公 空二公 正三公 顺四公 对吧 那么后天八卦呢 就是顺四四 那么后天八卦的 前卦 前为天嘛 前六公 对吧 前六公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 先天八卦 那么先天八卦的呢 顺微风 顺下断 前对离正顺开古空 顺呢 就是二 是吧 前对离正顺 顺微风 顺微二 是吧 那么前呢 前为九 前为天 前为九 对吧 九四三八 对吧 前为九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没有合成数 也没有呢 合五 合十 合十一 合这个 十五 也没有 因此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凶 也不急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 变这个五窑 出油 二油 三油 四油 五油 我们再把五油呢 给它出油 换项 对吧 那么下关呢 也就是前为天 那么上关呢 又变五 对吧 第四个不变 第五个是羊油 变鹰油 第六油呢 不变 就变为呢 离为火 离中虚 对吧 离为火 火 火贴大油 变成了火贴大油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后天八卦呢 是离九宫 对吧 火嘛 离为九 对吧 离九宫 那就是九 那么在后天八卦里面呢 离呢 十六 对吧 十六 那么在先天八卦里面 离 对吧 离对离 离为火 离为三 对吧 那么离呢 是九 啊 离为九 啊 离为天 离为九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是九和三 啊 依旧呢 没有 没有 没有积药 啊 依旧呢 没有积药 啊 没有合成数 啊 那么再看最后一遍 啊 那么最后呢 一遍呢 我们要变这个 上摇 对吧 那么下摇呢 一就是 前三年 前为天 对吧 那么上面呢 要变一个 上摇 那么变为呢 对卦 对为折 对吧 变了上摇 啊 上摇呢 要变英雄 变为 对卦 对为折 折天 会化 我们看看这个 折天会化呢 它的数字 那么在后前八卦里面呢 折啊 就对卦 对七公 对吧 然后呢 离九公 对七公 离九公 这是后前八卦 那么后前八卦呢 是对七公 离九公 我们再看先天 那么先天呢 是对为折 折为对 对吧 那么前对 对吧 那么就是 四 啊 数字四 那么 天 前为天 啊 前为九 对吧 前为天 前为九 啊 那数字呢 就是九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九和四 又合成了一个 啊 和这个搜成书 和搜成书 啊 也是呢 这个上摇 也是一个极摇 啊 那我们在运的时候呢 你压线的时候呢 你最后呢 就压这个 对吧 从这个六摇来说 啊 压在呢 上摇啊 或者是三摇的位置 啊 你不要在这个 初摇 二摇 四摇 五摇 啊 你不要运动呢 自己摇 啊 你就在这个极的摇上 去做这些 所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呢 啊 就是出油 换下 那么出油 换下的目的 啊 实际上呢 我们弄了这么多 啊 要搞清楚 这么多问题 那么最终的结局呢 就是要找他的极胸 啊 要找的呢 这个是极 啊 要找的极 啊 哪一摇是极摇 啊 哪一摇是修摇 啊 那么 关于我们罗牌详解 那我们可能呢 原计划呢 是120节课 啊 现在我们看来呢 可能要160节课 啊 才能讲得完 啊 我们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啊 下节课 我们继续找呢 其他瓜 啊 依旧呢 需要找出 啊 这64罐里面的 384个油 啊 哪一些油是极油 哪一些油是修油 那么通过几节课 我们已经呢 大概了解了 啊 怎么样就出油换项 啊 就是每一罐的六油 啊 每一油呢 变一次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把这油呢 它是羊油 啊 你把它出去 啊 换你一个硬的 就成这个 啊 就出油换项 那么通过呢 抽油换项 我们知道呢 这个北风卦的前卦 对吧 那么它的这个三油 啊 和这个上油 啊 也就是最后呢 一个油 啊 那么它 两个呢 是和这个 生成树的 啊 出油 二油 三油 对吧 然后呢 四油 五油 上油 啊 那么就三油和上油 啊 和呢 生成树 啊 为极 那油的时候呢 我们就压到这个 鸡的 腰去用 避开 修的腰 好 不多啰嗦 这件课就到这里 再见